大家好我是兔兔魔王 昨天呢我玩了一場用死靈法師的對戰跟龍族 然後呢對方龍族有著兩張巴哈跟一張宙斯 但是我還是贏了 那我們來看看我們是怎麼贏的吧 好吧我們來看一下 然後呢這次對戰我是後宮 其實感覺好像並不是很有力 那我就把名手先換掉 換成槍士Party 第一開始下龍之卵 1pp是空掉的狀態 他完全沒有空喔他2費就下龍之騎士 但是沒有關係喔我們還是慢慢的妥妥的下 看他要下一隻龍之卵 然後下私了把我的怪收掉 他就是這樣子一直截我的怪 但是沒有關係 我還是有有怪可以下 那我就下軍神 然後他就下龍珠勇士 然後進化去收他 然後進化去收他 好他這時候準時下了一隻 也不算準時啦 算是還空奇 可是他很厲害就是下了水龍神 那他的牌都很好 他的金牌順序我覺得都還蠻順的 然後我只好去收他 然後打他臉 可是因為他覺醒了 所以他血又回來了 就很煩他就一直回血抽卡 然後他 然後他 他又抽那個 他又增加他的PP值 然後我迫不得已 你知道下治癒天使 可是我也沒有損血 所以也沒有辦法回血 但是呢 如果不下的話 六PP就空掉 然後你看他下了一張咒獅 他下了咒獅 把我的那個 不利母收掉了 那沒有關係呢 我們還有名手來守護我們 所以呢 我就下了一張名手 他依然是被我收掉 可是因為我也沒有損血 所以也沒有回血 他又再下一張咒獅 哇賽 對方就是一直神抽 抽到兩張咒獅 這沒關係呢 我們有轉蛋機 轉蛋機守護 不愧是克金來的轉蛋機姐姐 特別漂亮 然後我的名手又再一次護駕成功 又回了五點血 然後呢 我就去打對方的臉 他又下一張巴哈姆特 哇 一來一往的 對方實在是超多大怪喔 對方實在是超多大怪喔 哇 第一隻巴哈姆特來了 那沒有關係 我們用殭屍派對先擋一下 可是呢 因為他好像有 那個 沙拉曼達圖型 所以他把我的那個殭屍頭收掉 他打我13滴血 看起來我好像快輸了對不對 我又來了一隻奶服 欸 一轉 轉一轉 舔一舔 再泡一泡牛奶 哇 好運跟著一起來 對方的那個巴哈姆特被我滅掉 我又回13滴血 然後還叫了一隻爺爺在場上 對方不屈不撓 他下了我老爸的殺蛋 OK 殺蛋是吧 沒有問題喔 他就把我的奶服收掉了 沒有關係喔 我還是有冥府神 我叫冥府神來 然後進化爺爺打他 他又下了一隻巴哈姆特 他又下了一隻巴哈姆特 所以他總共下了兩隻咒斯 兩隻巴哈姆特 然後呢 我就 請爺爺來幫助我啦 於是兩隻爺爺黏在場上 他就沒辦法打我了 然後他最後就 他大牌都下光了 所以他就受不了了 認輸了 這是一場精彩的戰役喔 所以他下了兩張咒斯 兩張巴哈姆特 可是呢 被我轉蛋機 轉死了 轉死了一隻咒斯 一隻巴哈姆特 然後我用爺爺 在場上兩隻爺爺護駕 所以呢 其實我運氣蠻好的 用死靈去轉死對方的 兩隻巴哈姆特 還有兩隻咒斯 我覺得是 蠻爽快的一場戰役喔 分享給大家 那如果你還喜歡我的影片 歡迎你訂閱按讚 或是分享給其他的朋友 加入我 成我的子民 讓我們一起征服世界囉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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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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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讚